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个西医什么药都用过了 各种抗生素 抗菌素 止蟹的药都用过了 就是不好 不好那正赶上我要出差上重庆 到了重庆 人家说今天要吃什么什么什么饭 你想吃什么 后来我不怎么来了一股的邪进 我说我这么难受 我说胃油不好 可是这边朋友很多 你不能不吃 吃麻辣火锅 一顿麻辣火锅吃完了就好了 你是找蟹呢 不是 后来人家中医研究院的一个副院长给我分析 说你这充分证明了中医理论的正确 因为我得这蟹度是什么 去浙江 去青岛 沿海边吃海鲜度 他说你受了湿寒之气 要发出 而这个麻辣 辣椒 花椒 最大的效果就是驱赶湿寒之气 这是我是 这个我确实 没有受中医任何人的委托 也不是托 是不是 你这个例子非常好 你这个例子就是咱们那天讲这个中西医之争 对了 他这个理论的东西呢 我们一个是说进行分析 给它画成图表 或者用数学的式子给表现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经验 那怎么办呢 人生的很多事情靠的是经验 你说这个什么 说是这两台上火 这个话也是中医的说 对 我一绝对不承认 没错 说您fire了 这个也不能叫 波呢也不行能说 对 可是他就是有这种感觉啊 我反倒是就说中医啊 是我比较能够直观感觉到的 对的 西医的那个是我很难理解的 比方说上火 你居然感觉没睡好啊 虚火上升 水上涨泡 但西医告诉你那是一种病毒 那或者一种 你就觉得这个病毒 为什么经常发生在我这个虚火上升的时候 但是他我觉得他也是 中医也是一种模糊的艺术说法 我们这很更形象 西医那就像那画图表似的 他往里一走 就是你这个光是虚火 这是一个病状 里边还是哪个部位 引起了什么化学变化 使得最后你这口舌感到热 他是这么往里边分析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所以我们老说 我们是一个中国文化 是一个模糊的形象 从文字都开始到思维都是这样 然后西医那是抽象的 逻辑推理的 数字化的 这区别你是得承认 是有这个 跟咱们那天说的一样 他也是一种 既是中西之争 可能也是古今 就是因为现代的 一直就越来越走向这种细分 越做越细 然后越要建立逻辑关系 而且有些东西呢 你还要讲人权 比如说咱们老说神农长百草 那都是拿人长出来的 就很多先列 咱们说什么 第一个长螃蟹的人 你那吃可以 您藏草 您就死了 你没有西医这些 要体外的分析 拿动物做实验分析 那现在你人命这么贵 你能说我尝一下 尝一下 我证明了 但是青薅素 真就是图幽幽尝出来的 图幽幽都吃出中毒性肝炎了 这家伙文化大革命 培养出来的愧疚 你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咱们再来一次 不是他自个吃的 来一次咱们文革再来一次 又能出十种青薅素 文化我跟你说 还真不止一个青薅素 还有别的呢 有一个还被埋没的一个 这我也是看那饶毅教授说的 说另外有一叫张 张什么洞 张庭洞 也是文革当中 他研究的是治白血病 也是一个大工程 我跟你说 这也是 就是现在的这个 就是图幽幽获奖 他带来的我就说一个 一个有些人认为是启发 但是传统中医觉得很忧虑 就是这件事 就是过去中医里有拿这个披霜 治白血病的 对 那么就你说的这个呢 他也做出贡献 他里边提了这个身呢 对 他尝试治白血病 听说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是 那么就现在人们认为 图幽幽这个路 就是说传统的中医药 都给他检查一遍 但是呢 用西医科学的方法 去发现其中的有效活性成分 达到百分之百的见效 对吧 这是这条路 但是你看这条路就涉及到什么 你要否定中医的传统理论 就像王伦刚才说的 你讲不讲阴阳 你讲不讲冷热 气血循环 你不讲这个中医并不认识 中医现在危机呢 是好几块 他理论 中医理论是一个 中医的这种材料 现在是最受肯定的 因为这原材料 显然是得到了很多验证 对吧 青蒿什么 长山 然后这白血病 这叫什么是皮霜 对吧 这原材料 他还有一个临床 这三部分里边 我觉得是 大家认为 现在最有价值是中间这块 就这作为原材料 我呀 还有一句更 更中医的话 就是所有的讲 不管是科学的讲 是文学的讲 除了这些必然的因素以外 还有偶然性 运气好 那你就爱信不信 反正是 你比如说说 这个科学有成就的 那多了 像刚才你说了很多人 你也说了很多人 对 但是他 由于某种其他的因素 或者什么东西 他就没得 你比如说 那时候那么多人研究人海 而且文革的时候 他不能成名成家 所以其实 涂油油他们说 后来好多年 既没有人承认他 然后他自己 据说有时候还在藏那材料 因为要不然的话 人家就说 是据为别人有了 你成文成家不行 那你还得通过什么呢 就是得有 比如说饶役这样的人 而且这时候呢 还有一个华裔的 一个美国科学 跟一个美国的 能提诺贝尔科学奖的 一个教授 大力推荐 还得有人在国外 写英文的论文来说 这件事 那这么多因素 都让他正好赶上了 文学更是这样 比如说 加西亚马尔克斯得奖 而且影响这么大 但是他师父是波尔克斯 没错 波尔克斯就没得奖 对 这个川端歌诚 川端康诚得奖 对 影响也不小 但是他师父是三岛游戏夫 三岛游戏夫自杀 这个泼湖自杀 都跟这有关系 跟谁有关系 明明他不参导游戏夫 两个人的这种竞争 参导游戏夫自杀 是因为川端康诚得奖 不能说唯一原因 但是他有 不是咱们现在 咱们给的定性是 他是军国主义 五十道那些 五十道精神 但是有这个因素 对 所以世界上的事啊 你不要以为 得了一个什么奖 这个就是代表了科学 代表了逻辑 代表了数学 代表了正义 代表了人类 这种途径 他这是代表他得奖了 这是如实观 所以这个咱们也 这个人老了以后 他这类的事见得多了 没错 这家伙 这一看 就是看透了 又开始互相吹风了 不是 这又吹风上了 我最近听说 就是中国作家有十个 有了一个提名 你听说没有 不是 你说 诺贝尔 我关心的是有毛毛是吗 那种提名多了呀 这种提名多得很呢 他们也要求这个 中国作家协会给他们提名啊 对 过去咱们 过去中国作家最经常提的就是巴金嘛 巴金老 又做鞋正式提的嘛 后来嘛 又有人提出意见来说是 要提巴金和爱卿两个人 这个也提过 另外各地也都有各种的提名 他有些他还主动的要求你提名 一批你以凤凰电视台 枪前三人行的名义 提名 这个杜文涛得奖 他也会给你回一封谢 不是 回一封谢 很感谢 这个我们这个将会认真研究 然后要存入 党案 我听说都有中国作家自己写信给那马月燃 就是内瑞典的皇家学院诺奖评委 自己推荐自己 有这事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 现在有这么一个什么事 马先人说呀 说有人给他提 说你只要讲了我 我全部的 而且说是山东的一个作家 说是我全部的奖金都给你个人 然后山东作家协会就提出来 请马月燃你说出这个人是谁来 如果不是 就是你造谣 所以这事 然后就马月燃对此并无回答 还有这么一个公安 所以您不要以为这里都是逻辑 让有逻辑以外的事情 也有毛腻 毛腻不毛腻 咱还是说点人间的事 咱还是讲讲这个什么呢 最近这个王老师也是到这个很多国家游历了一圈 我说一个话题 您有没有兴趣 您这个游历的时候 咱们这个国庆黄金周 也发生了一些话题 这个话题呢 就是中国游客到日本 什么这个有一阵说出一个什么碰瓷的遗云 结果后来说是冤枉咱们中国老百姓 人家没碰瓷 确实是伤了 但是这个都引起这个一些一些丝啊 然后呢 还有这是就是说买空 买空了这个日本的这个这个店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 这个说中国游客现在到这个日本购买力多么惊人 以至于日本的媒体啊 爆买 爆买就是日本的这个药药店 你再看下边 哎呦 这个叫扛啊 我看到过的是有的是买了个梯子回中国 然后你看这是这个流水单 你看哎呦 这是在日本的商店 哎 你瞧行李箱这么多 弄回国 哎 你看这是人山人海 我还给您看呢 其实啊 最近热潮是买书包 你知道吗 詹老师 到日本买书包 最近最流行的 哎 你别看人家小日本 这我跟你说 这书包还真不是一般的 这书包背着能防撞 就它的坚固程度 车撞了能缓冲 能起到缓冲作用 然后这书包溺水之后 拉上了能能浮起来 然后你知道吧 经过什么300道工序 然后这个书包里边 还有追踪器 孩子就能够知道 就那个定位仪 装定位仪 能找着孩子 这书包多少钱啊 我也闹不太清楚 不得了 这高科技的 多钱都算便宜啊 说明这中国的国力 五六千吧 五六千 那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一会儿 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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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听人家见 你对这个 就是这个日本抢购 你有什么 因为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网上有人骂说这些人是汉奸 然后 买日货 买日货大量的买日货 另外说是我这是网上看的 我没看到原文是人民日报 还是人民网上 人民日报还有人说 他们不是汉奸 我说怎么还买点东西 还出这事 这一事一到中国怎么那么热闹 我觉得特爱走两极端 我对这个老太太撞人 后来说被误报成撞 然后碰瓷是吧 然后后来不是 我的感想就是说 我发现现在这事情 有点 媒体和舆论 经常是两极化 放大 他一边每个人都有一个预设的 一个印象 或者一个 然后不断强化你自己的印象 比如一边人 就觉得中国人素质低 游客各个都是不讲理 全是什么 国内也这样 撞到一人就赖人 他就听到这么一个报道 他马上就信 而且几何级的传递 所有他已经预先就信了这印象 另外一方面 比如说环球日报 他就是 这都是污蔑 污蔑中国 没这样 他就专门报道什么 就报道后续的 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这主要以他们来报道 每个人都有一预设的立场 最不尊重的就是事实本身 已经不是就没有这个耐心 说咱们一码是一码 说这有撞倒的事 有套词的 但是也有 像他尤其上这种 这老太子 花七千多块钱出去旅行 一个人 一家人多少万 他至于这个吗 这个都来不及想 一听就是马上 我的感想是这样 当然了 我觉得呢 就是这种心理 他真的也不是光是中国人的 也许中国人更厉害 但我就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 我就发现 就是说 他也经常是 他就两种对立的 比如说 共和党的 民主党的全是混蛋 然后这个 这个民主党呢 认为共和党全是混蛋 后来我就 很多年前 我看到一个统计啊 美国 他都是统计的美国人 我觉得给我印象很 就是 很说明了这种现象 他说人呢 其实有一种天性 就是说 他都爱听 他爱听 他吸收信息呢 他是要专门捡那些 符合他已经有一个 倾向的这么一个看法 你明白吗 不管你是左派右派 你是拥抚政府的 还是意见人士反对政府 他都有这么一个倾向 就是说 我信息太多了 我爱听的是什么呢 是我本来已经认为 这政府是混蛋 或者那个是认为 你是污蔑 你是污蔑中国 他都有 已经有这么一个倾向 然后再加上 他的周围 他被他同样的 因为人以群分嘛 他被他同样看法的人 所包围 这些人不断在传递 同样的信息 两边的就全是对立的 所以最后一个事情出来 没有人关心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持平之论就很少 因为大家都已经预先有一个倾向了 我说一下我的感觉 您的高顺 我在外边旅行 到处都有中国人 不管是在迪拜 在阿联酋 在船上 在意大利 在西班牙 第二 我没发现一个那种素质低的 他们说因为我碰到的这个花钱多 所以是比较 跟您在一块 就高大上 不是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还要说一个 譬如说 不断的 我走哪都有提醒 提醒你们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就是中国的使馆 或者是旅游局的提醒 而且具体提 第一说话声不要太大 第二什么不要随地吐痰 什么等等这些 我真正碰到说话声大的是意大利人 我在那个游艇上 他是十六层 一进电梯 进来一堆意大利人 那喊起来 那比咱们广东人还厉害 但是我也完全相信 说的那些不招谱的事 中国人有干的 而且尤其不招谱的事 说是由于飞机物点 在那唱国歌抗议 那是有的 在泰国 在泰国 而且我觉得中国民航 曾经有一段 说物点以后给大家赔钱 这完全是荒谬绝伦的事情 这个全世界 我不知道有哪个国家 飞机物点就赔钱的 这是另说 至于大量的人去日本旅游 国庆节期间 我觉得这很容易理解 第一它时间并不是特别长 它总共才是七天 第二你去日本旅行 咱们这个旅费减少的很多 是不是 你要上美国旅一次行的话 最起码的那点 你得几万块钱 日本旅行几千块钱 你就可以到那 你就八千块钱 它跟两万块钱也差了 我鼻子了 在一个日本货好 它又不经常出去 所以显得购买力特别强 那常出去的人 它什么东西都不想买 因为它确实早买过了 对对对 所以日本确实它有些货物 这个做得非常的好 值得我们商业上 我们正是需要从这个粗放行 向这个细腻的地方 转型生产 你就像你一个书包 人家能够这么琢磨 你确实是中国产业未来的方向 这是一种正常的形象 说两国领土上有纠纷 有这个奇异 我们对这个也非常的愤慨 还有对这个二战的这个反省上 我们对日本人也不满意 对他最近通过的那个什么安保法 他也有很多不满意 但这个和老百姓去旅游 他这挺方便 他买点货 不会把它混起来 至于说咱们国人买货 那里有盲目性 那肯定也有 因为我也看这个 我也相信是真的 是咱们主流媒体上 就说全国组织了多少专家 去这个考察电饭锅 这比中国的电饭锅 比日本的电饭锅 确实差不到哪去 或者甚至于是不差 甚至于还有比他做的好的 而且在那买的电饭锅 最后拿回来一看 Made in China 也有 对 这我也都相信 咱们的那个豆浆鸡也是 对 全世界 但是中国人太多 对 你说中国人 香港是最自由的经济了 你买奶粉 弄得香港还限制什么一人两瓶 一人两罐 买多了 买多了 还要有警察带走 对 哎呦 日本这也是一个 他应该是非常欢迎你去买他的东西了 但是呼拉下的把他说法尾空了 哎你觉得中国人是不是有一种感激的基因 也有 就跟风 感庙会 感庙会 什么大家都说去哪去哪 都去 而且都买名牌 起红假样子 一买都还买同一种名牌 都名牌那么多吧 咱都爱挑一种 路易为登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过程 嗯 就跟那刚刚开放初期啊 1979年 1980年 是 说是呃 这个北京市的所有的青年都戴上盲宫镜 对 而且这个 这个标签 标签啊 那商标还贴在上头 蛤蟆镜 现在就没人 没人在考虑这个问题了 包括我觉得比如说话 你让他去抢两次 嗯 抢三次 对 他抢到第五次 他就绝对不抢了 包括说话大声 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过程 也不是光是中国人 您说这意大利人 我都我都觉得有点意外 就说意大利人 我记得有一个美国 有一叫吴迪亚伦 他拍一片子吧 就在里边呢 我印象很深 就是他是意大利在意大利 这意大利的女主角呢 很优雅 说话 那意大利语本来很有音乐性 并不是很粗很大的哈 那种不是北方人 他是南欧吗 对 你一到北欧听了 哦 声音很大 但是呢 他在里边还专门有一个 有一个美国女孩子呢 也是一游客 学了中文 他说我会说中文 然后这女演员就说 你给我说一句听听 然后这美国人就说了一个几句 比如你好啊 什么怎么样 那眼神 然后你感觉呢 这样这中文让这女的一说 也是又粗又大 嗓门大 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吗 你在如果在西方的报道 文学上都看到 就是心腹的游客 嗓门都大 美国人曾经是被无数次欧洲人嘲笑 他们嗓门特大 到哪都是成群结队 之后是日本人 美国人嗓门大 这我也见过 我在德国 日本人也被认为嗓门大 也是跟中国现在游客一样到处拍照 那您说是不是有 就是说这个欧洲人 他讨厌中国人嗓门大 胜过讨厌意大利人嗓门大 那你不知道了 反正有法国人嗓门小 你说是说有种族偏见是吗 就是比如说意大利人嗓门大 他觉得好像可以接受 中国人嗓门大 他觉得就是你们落后 有这样的人 你只能说 最早的经验是美国人 我第一次1980年访问德国 在一块吃饭 有一桌呀 就能喊叫的呀 大家都受不了 然后旁边的德国人也搞 美国人 我刚去美国留学的时候 跟一帮欧洲学人混在一起 他们我那时候去是美国一个南方的一个小地方 就比较土吧 所谓的 这群欧洲人简直就是整天就拿美国人取笑 就是说这些怎么土 怎么粗 怎么粗 没错 我跟你说 我有一次去肯尼亚 那个动物公园 那个看动物的那个地方 中间不是有一个酒店吗 然后那个欧洲的这个导游就整天就说 他说美国游客 他说我最省事了 他们到这来 整天就是吃什么 吃完了就在游泳池边躺着 他们根本不出去看动物 他就在这睡 游泳池旁边躺一个星期 说旅游 我这也有热闹的 有一年我在彼得堡 那个导游给我介绍 说中国游客来了 问有没有赌场 说我们说没有 但是最近不是报道说 俄国要在远东设立赌场了吗 听说 然后说是新加坡人来了 问有没有咖啡馆 说看着看着古迹 一点兴趣没有 说找咖啡馆 然后他给我说了一大堆 就是华人 各地华人的吧 对 我相信他没有任何恶意 但是他作为他的业务经验 对 他就接触这些人的时候 心理上可能我觉得也还是有点 他本质上我觉得 是不是还是有点这种优越感 就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是说话 是比较平心静气 戏声 就这不是光是种族的 你就我们中国人在一起 你有些这一桌朋友在一起 说旁边那桌嗓子真大 农民 就以前那种粗闭的说法 他们就是在那打牌什么大 就觉得那是下等的 那么欧洲人呢 觉得我们是最早文明的 所以他觉得你这是不文明的一种表现 但是就说不管怎么说 我就觉得呢 现在好像这个中国人呢 特别就是着急 你包括我们做媒体的哈 是不是因为你看 现在就这种及时新闻 及时反应 太基于发表意见 一个事情啊 没错 我说我们节目一个星期录两天 客观上造成这慢半排 马后炮 但我现在经常觉得马后炮也挺好 对 有些事您看两天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人啊 就急于发言 急于表态 好像就要找到一个这个兴奋点呢 突破口啊 导火索呀 我太同意了 随便找点事 哎 他就痛骂这一通 你这次这个碰瓷这就是吗 他就不能有一点耐心 我再调查一下 再等一等 先存疑 没有 前面我说的那是一个原因 我觉得就是说他有趋同 人有接受一个他想听的这么一个倾向 第二就是这种没有专业 没有专业的这种素养 也没有耐心和时间 说我要不先报这个 别人就报了 对吧 我先抢这眼球 然后呢 对这种即时的煽情的一个 又确实有大量的受众 因为大家都不耐心 大家都有这种 预设的形象 都对这种要调查 要耐心的这种过程 没有兴趣 而且呢 就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可能是我觉得 是我自私呢 还是什么犬儒呢 我一直挺难理解 就是对于跟我个人利益 无关的事啊 怎么有些人 他那么样的恨呢 我觉得 就是你看这事跟我个人 你也没想害我个人 转移吧 你现在说的还是这老太太游客 这事吗 不管说是什么中日 不平衡 他有某些心理的不平衡 对 所以找个机会 他就要发泄一下 对 那就是那么搓火 是吧 搂不住火 这到最后 可能我觉得 比如咱就说老太太这事 好像是一大帮人 不太相干 我说起了问题 我发现这每个人 自己都有类似的经验 还真有一朋友 说我就是被一个 一个老太太碰倒的 碰倒了以后 她就让我带她上医院 她开始没碰着 我就碰她衣服 一下她坐地上了 然后飞上 我到医院以后 照片子 照片子说没有 我到医院了